好啦 我們終於要上課了 好 我們今天要教三個機器學習的模型啦 好 這一節課開始我們叫機器學習概論啦 呃 跟前面的基礎比起來啊 差別就在於前面教的我們都是線性模型 然後我們這裡開始會教大家非線性模型 我們會從很簡單的idea開始慢慢教大家 就是擴展到比較困難的這個模型這樣子 好 那第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要教的每個機器學習的部分 你會覺得很沒有連貫性 就是說 好像上節課教的東西到這一節課好像 那個前面學數學到這裡好像用不到了 呃 跟大家講 這個 這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就是機器學習模型喔 其實變化非常的多 可是我跟大家講你前面那個上半學期的這些努力啊 其實不會白費 對 因為我跟大家講就是 呃 如果你未來有興趣 學習深度學習的話 那個 所有我的課程 所有數學的部分 呃 基本上我都是為了深度學習服務的啦 就深度學習要用到數學我就會講比較多一點 用不到的基本上我就不太講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機器學習模型因為每一個機器學習模型他都有自己 數學的這個 部分 所以有一些我可能不會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延續性的我就不會講太細 這樣子 好那 我要跟大家講是就是機器學習模型啊 我們應該可能會學10個 呃 暮光這節課就要教三個啦 那 那我跟你講有一個機器學習界常講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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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啊 叫無免費午餐定理 這個無免費午餐定理啊 你上去google啊他是有一個wikipedia的頁面的 對代表這不是一個 這個看起來很搞笑的一個 這個名字啊他其實真的是很多人講的 他在講什麼勒 他在講說啊這個如果你現在要解決一個預測任務 比如說你想要用 一些這個心電圖的一些參數 然後去預測這個人 呃會不會得 這個癌症好了我隨便講 那你不能 沒有一個 呃就是沒有一個 model他可以 完美的解決任何一個任務 在你做這個任務的時候 你必須要廣泛的去測試每一個model 哪一個model 在任務上比較準 然後你才能夠 用這個model去做預測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也就是說 上個禮拜我們學習 調參數 那我們現在還需要 學習很多種模型 那 去比較哪一個模型 到底在我們的任務裡面 可以得到更好的performance 之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資料科學實驗裡面 你可能需要嘗試 數十種以上的算法 那每一組 算法可能100組參數在比較你這樣一層 你會發現你可能要做1000次實驗 才可以得到一個 最後的結果 我們的期末作業基本上就是在 讓你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只測一次 那你的分數 大概大致上 可能會在 85到87之間 就如果你只 你只會一套 方法試一次 大致上會在這個範圍 如果你像你前面最厲害的學長 試了五六十次 那你可能可以試出一個90分的model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要跟大家講 你一開始前面試個幾次 那個performer成長會非常快喔 後面就會很慢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相當於你一開始 假設這邊有一千個 你真的是隨機亂試好了 你一開始 試的前五個 裡面最好的可能就可以讓你提升 可能 兩分三分 那你後面兩分三分就要幾十次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在後面你要提升兩次三次 那可能幾百次都不見了有辦法提升的了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第一個model 要教大家 第一個model叫線性判別分析 注意件事情這個線性 判別分析 他還是一個 線性分類器喔 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吧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跟我們前面的幾個 這個 model 他沒有什麼太大本質上的區別 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他到底是不是跟前面的model沒有差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先看他的描述 他說這是一種 監督學習的降維技術 這邊有好多turn啊 你們可能不了解 監督學習 這是我們第一次出現的turn 對不對 正傑克在這以前 我們沒有學過監督學習這個turn 監督學習英文叫 supervised learning 他的意思是呢 我們想要用一堆 X去預測一個outcome 我們這傑克 這門課 這個學期所有接觸到的任務 都是監督學習 這樣懂我意思嗎 與之相對應的還有無監督學習 強化學習等等turn 但是那個 任務的方向跟我們不太一樣 那我們 我們基本上就教大家監督學習而已 這樣可以 好這邊還有一個特定叫降維技術 什麼叫降維啊 有沒有人要望文生意一下 你們有學過嗎 要不要講一下話 有人要講話嗎 沒有 好那就是反正你的 你的你的 你要這樣想就是你的這個 X X input 就是 他的 他表達成數學式的樣子就是有點像什麼 Y等於β0加β1x1 加β2x2加β3x3 依此類推下去對不對 所以其實對於任何一個樣本 他都可以在一個 假設有x1x2x3 三個 Variable 他都可以在一個 三維空間內找到一個 描述他的一個相對應的作標點 這樣聽著懂我的意思嗎 就根據他x1x2x3的Value 他一定可以有一個三維空間中的一個作標點 那如果你的Variable 有超過20個 就是一個20維空間 這樣懂我的意思 那 你需要啊 把它 降維到一個 平面 一個二維平面 這樣才方便我們觀察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過程啊就叫降維 降維有很多技術啊 那我現在想要告訴你 限性判別分析的技術就是 找出一個超平面 將不同屬性的樣本分離 也就是說我希望啊 可以 大家可以看這兩張圖喔 就是 我本來 我如果 我現在把 藍點跟紅點把它打在平面上 現在是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用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來 分割紅點跟藍點 我怎麼用一條線 我怎麼把 二維的東西 把它放到一條線呢 很簡單就是 你把它垂直這樣拉下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垂直這樣拉下來 那你會發現 這樣子 藍色跟紅色 它是不是有很多 overlap 在這裡是不是 overlap了很多 這樣這個分類器 一定分類不好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一定分類不好 因為它 在這個地方我根本搞不清楚它是藍色還是紅色的啊 對不對 可是如果換一個 超平面 就再說 你看到 我現在改成這樣的一個超平面 看懂我的意思嗎 改成這樣的超平面 你會發現 是不是 其實如果 畫一條 這一條分界線 在這一條 我畫一條分界線 它是不是就可以很輕鬆的把 藍點跟紅點給分開 好聽懂我的意思喔 所以說 這個 這一條分類線 跟這一條分類線比起來 這個是不是比較好 知道好的定義是這個了吧 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說現金判別分析 就是我想要找出一條 線 找出一條超平面 我把這條線叫超平面 讓 左 那個 positive 藍色跟紅色的這個點 再投影到那個超平面之後 它的分類效果會最好 好這樣可以喔 如果了解了你這一點以後我們就來試試看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我們把檔案讀進來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投影 好所以投影啊 其實就是 可以透過矩陣成法去投影 好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喔就是 呃大家 如果你想要把 這三個點 轉 90度 主要說以0點為中心 瞬時針轉90度 那就 那你要怎麼轉勒 你要怎麼 你一開始只有這三個點的坐標點 你要怎麼轉勒 你可以透過 旋轉投影矩陣 雖然投影矩陣就是 你這個 你只要輸入這個 theta 就是你要轉幾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你只要輸入cos theta 負塞 theta 塞 theta 然後跟cos theta 這樣的一個矩陣 你讓所有的坐標點去乘上這個矩陣 他自動就可以轉 轉 轉 那個就是幾度 theta 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你說 他的邏輯合不合理勒 其實也蠻合理的 如果我這邊就不稍微不講那個精確的數學 可是你要這樣想就好了 cos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斜邊 斜邊除以這個 斜邊分支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我也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我現在真的想不起來這個名字叫什麼 反正就是 他的分母是斜邊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的分母是斜邊 sai也是分母是斜邊 所以你想要轉某個度數 你去乘上那個 你先去除以斜邊然後再去這個 就是處理這個 一定是沒有問題 等一下有人打給我 我猜是這個來了 原來是要資料 這個 好那我們 所以你這個你應該可以了解 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把 x matrix 這個x matrix 長成什麼樣子 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 三個點的 x坐標 y坐標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我們現在產生一個 投影矩正 就是這個 r matrix 這r matrix 我們先決定一個rotate degree 這個就是 我要rotate的度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當然我現在把這樣的一個 你看我把 cos sinrotate degree 然後 負sinrotate degree 然後產生一個 r matrix rotate的matrix rotate的matrix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產生一個rotate的matrix之後 你看我把 x matrix跟rotate的matrix 把它盛起來 我產生一個 xr matrix 好那我們現在來把這兩個 打出來 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 诶真的就是 我本來的三個點 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 诶我是不是就往這個方向轉了幾度 這樣跟我意思吧 好那我現在來試一下 我把 這邊改1 我同樣的語法再執行一次喔 诶你看是不是轉比較多一點了 哦那我們改2 他是不是又轉了更多了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所以你 你應該可以接受說 就是 這樣的一個 投影 投影其實就是我去改變他的平面 改變他的度數 所以矩陣的乘法本質上就是 投影 把原來的坐標點投影到一個新的坐標系上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前面這個問題啊 我們就簡單一點 我們就是要找到一個投影矩陣 然後讓我們把這一些點透過那個投影矩陣 投影到新的 超平面上 那讓這個超平面 可以去區分 兩個sample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投影 就是我們要怎麼找到那個投影矩陣 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在這裡我們直接用套件來做 我就不跟大家講數學原理 至於為什麼不跟大家講數學原理 等一下 這個練習題結束之後我再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不教大家 這個 方法的數學原理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做 我們首先啊我們先 Library math 這個注意喔 這個方法 是需要套件的 然後我們來分類這個ami好了 我們來分類ami 好你一路往下的話 你會看到 哎接著我們使用LDA這個函數 然後用Rate跟QDC 去預測ami 好那我們接著這個 LDA FIT裡面的這個scaling 這就是他的投影矩陣 這就是我要的投影矩陣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投影矩陣 到底有什麼差別 來 一樣我們來做一下這個乘法 我們這注意喔這裡你都不需要特別去 亂過一次你只要看我就好了 這是 Before Rotate 你有沒有發現在Before Rotate的時候你覺得最好的超頻面在哪裡 是不是 有點像在這裡 你看這個 不同顏色點如果要分開的話好像要用這條面比較好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那Rotate完了以後勒你有沒有發現就是EXO Rotate完了以後就是EXO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注意他的這個相對關係沒有改變喔 因為他只有辦法做線性的轉換 他只能旋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 你可以發現他就是能夠找到那一條 這個 最好的那條 這個就是投影面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沒有什麼用啊 畢竟是線性的轉換 他的Soft Mag Regression沒有什麼差別 好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 跟大家講 說這個數學原理我們不需要特別了解 因為他畢竟就是個線性模型嘛對不對 前面我們已經教過非常多線性模型了完全 有機會可以取代他 至於取代到什麼程度等一下我們做練習題的時候來嘗試一下 好那接著 我們來 我們了解了說 這個 這個他是這樣子做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喔在R裡面你如果想要 做一個model你要predict 你直接用predict函數就可以做了 這樣可以嗎 好predict完了以後 我們會發現 這個結果啊 一樣怪怪的 這個我們在做Soft Mag Regression的時候就有發生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的Training Sample 樣本不平衡嘛 你無論如何 你都先猜這個人不是壞人 這樣子一定最準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啊我們需要把他的 這個 預測的這個機率把它 取得出來 那取得出來以後你就可以畫ROC Curve啦 那畫出來ROC Curve看得出來他是有一些預測能力的 好這邊我就不展示了喔 我想要給大家 是做一個練習題 也就是說這個練習題啊我 需要大家使用Rate跟QTC來預測LVD 好至於 Training X Validation X Test X啊 這些東西我都已經 幫大家做好了 大家只要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好大家複製貼上完了以後啊我需要大家做什麼事勒 我需要大家比較 線性判別分析跟 邏輯思回歸 他們有沒有差別 這樣可以啊邏輯思回歸我們 那個第七課上過了 對不對 那他是一個線性模型然後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LVD是一個二元分類任務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用邏輯思回歸做這個沒有問題 那線性判別分析他可以做三分類任務他當然也可以做二分類任務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比較一下這兩者的差別 好不好那我們就把這個時間給大家 那這一題我希望大家花10分鐘的時間 稍微做一下 你可以直接去貼後面的答案 好不好 好那我想就是 就是大家如果直接貼後面的答案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這兩個方法根本沒有差別 邏輯思回歸跟線性判別分析根本沒有差別 不過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這個語法大概長什麼樣子 是大家知道就是 上半段的語法 就是 你用GLM然後你用這個 TrainingX去預測TrainingY 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以後你們這個語法你們可能要很熟悉啊 就是你要見邏輯思回歸就是這樣用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可以得到 Validation的Predict跟Test的Predict 然後後面這邊都是去 分析 這個Validation跟Test它的準確度是多少 我們看一下結果我們會發現 他的 ALC 大致上是0.76 記住這個數字喔 我們後面還有兩個方法我們可以跟這個方法比較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是邏輯思回歸 我們第7節課教的方法 欸 這個線性判別分析啊 你只要改上面喔下面完全不要改喔 注意件事情喔 我只改了上半部喔 我沒有改下半部喔 這樣可以吧 完全沒有改喔 我們再做一次 欸你會發現這兩個結果 完全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完全一樣 我們來思考一下為什麼完全一樣 很簡單嘛來你想一下 這個 前面你的你知不知道他怎麼做的他其實就是 你的資料 乘上一個頭影矩陣 可以接受吧 那你的資料 可不可以寫成 大矩陣X的格式啊 你可不可以寫成這個格式啊 你的資料可不可以寫成這個格式 寫成 對不對 啊乘上的矩陣嘛 這個矩陣可不可以寫成這個格式啊 所以其實 前面這個方法雖然看起來他是在做投影對不對 但本質上他是不是就在做X乘以B啊 就是X乘以B這個矩陣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方法跟邏輯思維規完全一樣那不是正常的事情嗎 他們都是限訓算然後他們都是 原來的 Sample X 去乘上一個 矩陣 只是 他賦予的那個矩陣不同意義 所以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注意件事情喔 我跟你講以後拜託 如果你們要做研究的時候 千萬不要比這兩個方法 誰比較準 好不好看起來會非常好笑 這樣可以齁 好那 這個這樣子基本上就知道為什麼我對 限性判別器沒有特別去 介紹他的數學原理 因為沒有必要 這樣都會是因為他全等於注意是全等於 全等於 我們前面教的那四種 就是限性公式限性的這個預測模式 這樣可以吧他只是 原理不一樣但殊途同歸最後得到一樣的結果 好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第二個 東西叫樸素貝葉斯分類器 Naive Base Classification 這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就是他是怎麼樣去運作的 好不好 來這邊有好多數學士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數學士的意思是什麼好不好 我們先 看一下他的 描述 他說 他假 所有的隨機變數之間 卻有獨立特性 注意 這一個假設 常常是錯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舉例 就是讓你知道這個假設常常是錯的 那但是啊獨立有什麼好處 你們知不知道一件事情 假如說男生的 比例是 假如說0.5 然後30歲以上的比例是 假如說是0.7 那男生37歲 30歲以上的比例是不是就是0.5x0.7 這件事知道吧 然後什麼樣的狀況下可以相成 30歲以上跟 男生這兩件事是獨立的 他們才能相成 如果不是獨立的不能成 這個你們應該知道吧 如果不是獨立的應該只能夠做 男生 男生且30歲以上的獨立機率 這條件機率 這個條件機率 乘上男生的比例 這樣才是一個 標準的 這個 這個 就是市值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什麼叫 剛剛我講的那一個 調 就是條件機率 如果你想要算 某一個x 那他 對應到y的機率 比如說 條件x 然後去預測 y的機率 他就等於哪些 他可以等於什麼 怎麼樣的 組合勒 首先你先知道這個 發生y的機率是多少 發生y的機率就是 你這一個就是 你這一個就是 呃就是 你覺得說這個y是這個 發生這個疾病好了 這發生疾病的機率覺得說是0.2 這樣懂我意思 然後你想知道一件事就是 男生 發生這個疾病的 比例是多少 那這個男生 發生這個疾病的比例 就等於 這個疾病的比例 乘上 有這個疾病 然後 這個有這個疾病 然後這個 呃就是男生的比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後面都先不要看哦 假設你只看一個條件的話 這個柿子 是 成立的 哎這個柿子你們也會覺得 很自然嗎 還是覺得很困難 如果只看左邊你們會覺得很困難 你們會覺得很自然嗎 還是很困難 如果 覺得 很自然我就要 如果覺得不是很自然那我就要推倒了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一下 這柿子會覺得很自然嗎 推倒一下好 看一下 就是 我們用個文式圖來舉例 這是A 這B 這一個是A交集B 可以接受嗎 這可以了 好這樣可以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P A B 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等於 我們這邊小A小B小C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小A小B小C可以吧 P B 分之A 就是 B已經確定是條件B了 那 分之這個 然後要發生A的機率 是不是就是 B 加 B 分之B 可以接受嗎 這個夠簡單吧 應該沒有人不能接受吧 好如果有人不能接受 我們現在把它換成 B是什麼 A 交集 A交集B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這是A交集B 對不對 下面是什麼 這個下面是不是 這個 P B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所以 P A B 然後它是這個樣子吧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 給另外一個式子 同意哦 另外一個式子是 你可不可以很輕鬆的 做出這件事 P 我把B跟A 放反 它是不是等於 P A 然後上面也是 P A交集B 可以接受啊 我這兩個式子 可以接受啊 我只是把這個換掉 這兩個換掉 它的邏輯一樣嘛 A加B 然後分之B嘛 這樣可以接受啊 這兩個式子 你可以同意嗎 如果你可以同意的話 你是不是會發現這個東西是共用的 你發現這個東西是共用的嘛 對不對 所以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東西 寫成 這個 P A交集B 它等於 P A對 B的條件機率 再乘上P 可以接受嗎 我只是把這個項移上來而已 這樣可以吧 那我把這個項移上來 這一坨是不是可以丟到這裡來 可以嗎 這一坨是不是可以丟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吧 所以它等於 P B P A 在乘上 P 可以接受嗎 我只是把 這個條件把它放來取代這個交集而已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樣你就知道如果A B要交換的話 就是我現在這裡 我想要把它交換過來的話 我應該怎麼做 需要乘上這兩個東西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欸 你看看一下 是不是 好這裡 這件事情你要先知道喔 後面我們才有辦法做事喔 這樣可以吧 就是你要交換的時候 主要說你要交換 你要交換需要哪些元素 這樣知道 好那我們現在來 現在來想一下 這件事情是 有沒有獨立都是成立的喔 這件事情就是 我現在這一段推導是 不管有沒有獨立 這個式子都是成立的 對不對 好那如果 如果我現在 接受一件事情 就是A跟B是獨立的 假設A跟B是獨立的 這樣才有很多好處喔 什麼好處勒 就是 那A跟B我就不用寫了 我就 我就不用寫了這麼麻煩 對不對 我就可以寫成什麼 就是 他就是這個 PA乘B嘛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東西他就一定等於PA 一獨立推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是 如果 我接受獨立假設的話 這個 這整個式子會變得 就是他會變得非常 就是他還可以有很多 就是 好處就是 我可以直接 把那個交集的部分 我們覺得很討厭 我們就直接用成的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好啦那 那這樣你就知道說 這個 這個我們後面不要看 我們只看 前面兩個部分 就是這樣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就是只有一個的時候 這個PY 我現在 XY XY在這裡對不對 相當前面 X就是 X就是B 然後Y就是A 這樣可以接受嗎 X就是B Y就是A 然後A A是不是要先乘 這樣可以接受嗎 A是在分子 這個Y等於前面的A 這樣可以 好然後 這個 Y Y是不是等於這個 Y跟這裡是不是交換順序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啊但是他除以B 我沒有除對不對 他是不是要除以 XI 這樣我可是不是沒有除 可以接受吧 哎 我沒有除可是問題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我這裡理論上我還要再除以 PX 再除以PX2 X1 除以PX2 再除以PX3 這樣子可以接受嗎 我在這裡照道理我應該做這件事情 可是啊你看下面 下面這個式子我要比的是Y跟YH 對不對 那我這裡同樣是不是也要除以 X1跟X2跟X3的機率 所以這兩個如果我是要相對比較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做完全一樣了 這樣懂我意思了啊注意我這邊用是L不是P L是likelyhood是可能性 好所以我就我就不去做這件事了 這樣懂我意思了 好這樣我事實就會乾淨嘛 好這樣如果你同意這件事情之後 你就知道 我如果想要比較 對於某個特定條件 X 也就是男生70歲發生疾病的機率 和男生70歲 發生沒有發生疾病的機率 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式子取得 這樣的式子會不會很難取得啊 這個機率會不會很難拿到 不會 這就是整個樣本裡面沒有病的機率 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整個樣 這個整個樣本沒有病的機率 這個整個樣本有病的機率 這樣可以接受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有病人裡面男生的比例 有病人70歲的比例 沒有病人男生的機率 沒有病人70歲的機率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這樣子 我就 這一些 每一個 這每一個細項我都是可以求出來的 而且不會很多 假設你的X總共有 三項 那你總共要求出來的 就是 123 這個你總共要 產生的機率就是 這個注意這個X1假設是0跟1 X2也是0跟1 X3也是0跟1 那我是不是只要 得到 這三個 這邊總共6個機率我都要得到 因為他 X1 等於1的時候我就用他 X1等於0的時候我就反向 就1減掉他這樣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總共只要有 7個機率我就可以算出任意組合 任意組合多任意 這邊有8個組合對不對 我算7個機率 可以得到8個 組合 的 兩個likelihood有病跟沒病的likelihood 那如果我今天 有10個component 10個0跟1的 條件 那我只要 10乘以2加1個機率 我就可以算出 2的10次方的 組合數 所以 算這個是不是比算 所有的組合來的簡單很多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跟你講 你現在聽不懂的話沒有關係 我們就 給個範例 你們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 我們現在給個範例 就說 今天這邊總共有10個sample 就10個sample 我們想要預測 樣本 X X是什麼呢 女生 年齡介於31到40歲之間 上班族月收入中等 這個組合 因為 年齡總共有幾種組合 一個 小幼稚兩個三個四個 年齡總共有四個組合對不對 男生總共 男生女生兩個組合 職業 三個組合 然後月收入 三個組合 那總共這邊是不是 3乘3乘2乘4 總共是不是72種組合 可是我只有10個sample 我怎麼可能用70 我怎麼可能窮盡72種組合的 半卡機率呢 不可能 對不對 可是 我有沒有辦法算出來看著 半卡的機率 有半卡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有半卡機率就是前面的這個 PY 是多少 你會發現 這邊總共有10個人對不對 然後他 總共有6個有半卡 所以是10分之6 可以接受吧 來接著 乘上 來看著喔 Y 條件之下的X1 Y條件之下的X1是不是半卡會 半卡會就是這6個人對不對 乘上 性別女 半卡會的這6個裡面 女生總共1234 6分之4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樣 依此類推 你是不是就可以算出0.0111 總共這樣的一個機率 這個是 但是 這個樣本X 會半卡的可能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以接受嗎 好 那不會半卡的可能性呢 來4分之4 乘以4分之1 不半卡的這4個裡面女生的是1個嘛 這樣以此類推 這樣下去 所以我是不是總共就是 你看這麼多條件 我得我所需要的 機率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可以算出來 即使我只有10個樣本 我都有辦法算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的一個 幅數貝葉斯分類器 它的好處就是 經過一些 經過 獨立假設 主要是透過前面這個獨立假設 獨立假設的 成立的狀況下 X1跟X2 我就沒有必要 去計算他交集的機率 我可以認為這兩件是獨立的嘛 獨立所以可以相乘 這樣懂我意思嗎 獨立所以可以相乘 所以說 我就可以 用很少的樣本 把所有的機率組合通都算出來 而且人數也不是太少 我們在算機率的時候最討厭就是算出什麼 1分之1或0分 0分之0 對不對就沒有這種sample 那這樣當然就算不了啦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說 如果你的L Likehood的半卡會跟半卡不會的Likehood 分別是 0.018 跟0.011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計算 他 比較可能不會辦信用卡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所以從這個例子你應該了解 樸數貝葉斯分類器 他本質上他是用手算的出來的喔 就是我今天給你一個sample 假設這個sample人不要太多啊 他其實是用手可以算得出來的一個很簡單的model 只是這些數學關係是你要去了解而已 你熟練了以後就會不會覺得很難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先library 這個 1071 這個model 然後我們來fit一個 樸數貝葉斯分類器 對於我的condition呢我要去預測ami ami是我的y 我的input是gender跟rate 我故意找一個類別變相跟一個連續變相 來給你們看 好你現在 預測完了以後 你把這個fit base 把它打開來之後 這個東西這三個機率 就是前面的 這個py py1 py2 py3 這樣可以接受吧 p m stemi p nonstemi p m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勒 他說 if if not ami的話 female的比例是0.491 male的比例是0.5 if nonstemi 這兩個數字 所以 這個 東西是給什麼東西 是不是就是 如果 y等於1 的時候 女生的機率是多少 男生的機率是多少 如果y等於2的時候 女生的機率是多少 男生的機率是多少 如果y等於3的時候 女生的機率是多少 男生的機率是多少 好這樣懂了吧 所以 他計算出來這個機率舉例 是不是就可以拿來讓我去計算likelihood 這樣可以接受 好最後我們再來看第3個 rate是一個連續變強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給出機率 沒有辦法去給出 這個 就來說 70歲的機率是多少 好所以他給出的是什麼勒 他給出的是 對於 NOT AMI的這群人來講 他的 rate的平均數是 90 標準差是23 對於 Stami這群人來講 rate的平均數是80 標準差是22 Stami的病人 rate的平均數是83 標準差是22 如果你還記得第5課我們上的最大概是估計法的那個 常態分佈的那個狀況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常態分佈的高度 常態分佈的高度 常態分佈的高度是什麼勒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DNOT AMI你把 點 你把它算丟進去之後你就可以計算出常態分佈的高度 來替代那個條件機率 好我們來試著一下好了就是我現在這樣講的話我也怕大家不是很了解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算哦來看著哦 我要計算出rate等於100 GENDER等於100 GENDER等於mail的人 他的 三個 東西的likelihood 怎麼算呢來 P NOT AMI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乘上 NOT AMI裡面rate等於100的機會 再乘上 NOT AMI裡面 GENDER等於mail的機會 我們來看這裡 NOT AMI 0.71對吧 然後NOT AMI裡面GENDER等於mail的機率率多少 0.508 可以接受啊 在乘上 乘上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組合哦來看著哦 好我們先把它複製起來 來這個是 這個數字是什麼 這個數字就是 NOT AMI的這個0.7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數字是DNO啊因為心跳100下嘛 心跳100下然後我用剛剛的平均數 90 標準差 是 標準差是23 我們去計算出他的 高度 0.01這樣可以接受吧 在乘上 0.508也就是這個數字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算出 這個人 100 心跳100下的男性 這樣的一個人他NOT AMI的likelihood 是0.0056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我再計算出 NON STAMI 跟STAMI的 likelihood 然後把它算成L factor 這個L factor就是 這三組的likelihood 所以說根據我們的data 你覺得我應該猜 這個人是什麼 應該要猜他是NOT AMI對不對 因為他數字最大 好 做一件事情 接著我們還要做一件事情喔 L factor 除以 上 L factor 因為這三個數字 畢竟他們全部都是機率嘛 機率一定是0到1之間的數對不對 所以這個L一定也是0到1之間的數 可以接受嗎 所以 我要去計算 他們的normalize之後的proportional 是不是 他 他除以他們加起來喔 所以他是不是0.64的機會 他是不是0.13的機率 他是不是0.22的機會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不是很像我們softmax 的regression output 我們直接來predict predict rate等於100 gender等於male的 這樣的一個 病人用 R裡面函數 你會發現得到的答案完全一樣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們得到的答案完全一樣 我要帶你們了解說 這樣的一個算法 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這個機率組合 你可以用 套件直接幫你算 其實也不難算啦 因為定義很清楚 對不對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這個 6分之4很難算嗎 不會覺得很難算對不對 那你會覺得 如果說這個年齡是一個連續變相 你會覺得 有辦卡的機率 他 年齡的平均數跟標準差很難算嗎 你應該不會覺得很難算 所以說 這個model 你應該對他有 蠻大了解對不對 他簡單 你如果對這些 數學關係是 你還不是非常熟練 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著他你應該就會了嘛對不對 看著看著這個數學式 去計算 L 跟 L Y 跟 L Y Plump 然後去比較 他們的 之間的關係大小 我相信大家會覺得 圖書被S分類器 他不是一個很難的model 就是 他有一些 就是他的每一個數字 都是很簡單的 你只是把他組合起來 盛起來 然後計算他的likelihood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現在想 跟 想給大家一個比較簡單的任務 一樣我想要用 Rate跟QTC 去預測LVD 跟我前面的這個練習答案完全一樣喔 也是用Rate跟QTC去預測LVD喔 然後你也是直接去Predict就好了 然後注意剛剛我們的ROC Curve 告訴我們AUC是0.76 現在想 給你們試試看 圖書被S分類器跟邏輯四位規 哪一個比較準 還是他們根本是同樣的東西 好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 一樣 10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試試看 這應該沒有那麼難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答案 然後答案完之後 我們再來開放大家回答 好不好這個 你會發現 所有 你看一下這行語法 跟前面 是不是非常非常像 幾乎都是一樣的 好所以說你要知道喔 以後叫你做這種事情喔 就是基本上 不太需要動大腦啦 就是你把前面改掉 下面都是複製貼上 這樣就結束了 等下第三題的答案也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來看一下準確度0.722 好像稍微好一點 就是 所以說啊 這個 至少 你說誰 誰好誰不好 這個不一定 可是至少 樸數被S分類器 它跟邏輯四位規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 如果你今天要嘗試的時候 你要比較樸數被S跟邏輯四位規 這是可以接受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 呃 就是有時候A好有時候B好 這個是有可能 不會像現金判別器這樣子 現在配合分析 無論如何它跟邏輯四位規就是完全一樣的答案 不可能會有變化 好那我現在 就是 呃基本上 呃這一題我想大家可能不是很關心這個啦 我們現在要來問問題了來 請問一下 樸數被S分類器可不可以預測連續變相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來 我們先看有幾個人想回答好不好 一個還有嗎 兩個還有嗎 兩個就兩個嗎 三個好就這樣齁 四個可以啊可以不要害羞 四個好 那我們就聽這四個人的回答好不好 好那 那那個 那個來你要不要先講 最後舉手我先講好了好不好 來最後 因為我相信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那個 先舉手的順序跟那個信心度有關啊 對不對 那 我怕那個第一個人講完後面就不敢 沒有人敢challenge了 好不好來最後一個先講 你覺得可以 那要怎麼做 可以的話你就要講怎麼做啊 你看這個四子可以怎麼做 機率分布函數你意思是說主要說py 我可以透過這個 我可以透過這個 好那我先不要我先不要透漏太多好了 來 第二個第二個來 你覺得可以還不可以 可以那 為什麼 一樣 你們兩個剛剛討論出來了 嗯 連續的你意思是說今天這個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就是你今天要說py對不對 這個 這個 你說 假如說這邊總共有10個人 那他 有這個 假如說他有 4個有病 那你當然可以算出0.4跟0.6嘛 那如果今天這個y是個連續變相 假如說是個 身高好了 我總是能夠算出他的 平行數跟標準差嘛 對不對 好 來 再來下一個來換你 可以還不行 不行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是 代表就是 類別的紀律 他說如果你 今天把連續 連續變相 換成類別的話 對 就比較 可能就是另一種演算法 嗯 他可能還是可以 先換成 類別 好 好 所以你是望文生意啦 你覺得這邊都講 bas classification 大概連續是不太可能 來來 最後一個 你看起來 最認真了 來 來 可以 好 對 平行數跟標準差 好 來 那所以有三個同意 一個 那個 一個 反對啦 好不好 那我們做一個民意調查好了 這個 大家覺得學長講的比較有道理的 舉手 喔 欸學長 注意他們 不用注意他們嗎 不用注意他們嗎 所以大家覺得學弟講的比較有道理的舉手喔 好 欸學長 注意一下啊 因為你講的是對的 剩下的人都是錯的 喔不過 不過這個 不過 還是四個人都可以加分 好不好 我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 真的是不行啊 但是關鍵 不是 因為你們只有看到前面這個PY 你們 有兩件事情讓他不肯成真 就是 PY的確 如果給定 假如你已經知道平行數是100 標準差10 給你個90 你當然可以算出 你當然是可以算出 這個 90的機率是多少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首先第一個 你要列出 每一個likelihood 你要列出每一個likelihood 所以你變成你必須列出 85 86 87 88 一直到可能100 103 150 你這樣列完之後你會發現不夠啊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再更密一點 那無限密不可能嘛 所以第一個你列不完 第二個不可能的地方在這裡 你不可能算出 滿足某一個條件的 這個機率 你不可能算出 假如說 那個 某一個x等於85 他另外一個 東西的機率 這個不可能算得出來 或者說 這個算得出來的話 他必須要有很多 前提條件 假如說你要把什麼正負2正負3 把它納進來這樣子 所以原則上他是不行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如果說可以的話他不會叫classification 人家取名也不會這個樣子 好我想我剛 為什麼我會 問大家這個問題喔 不是真的要考大家啦 也不是 我只是想 讓大家了解說 如果你是不是能夠看這個式子 去了解到 他背後的意義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四個都可以加分啦好不好 只是說學長你可能要記住啦 大家好像都不太 沒有你的統一領導好像出了一些問題 好 好 我本來還以為 會有蠻多人很狗腿的對不對 覺得學長講話都是對的 好 那我們繼續好了 這個 這個就是 可以進你的演算法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教兩個囉 就是 這個都很簡單 那 也就是都很直覺啦 尤其是 第二個 第二個我相信 會給你們這個 非常大的啟發 就說原來事情可以這麼做 其實 也蠻簡單的 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我要去教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 我覺得 他們會比較聽不懂邏輯思惠歸 比較聽得懂 那個 一個浮數倍思分類器 而他們的效果又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機器學習 你應該已經發現機器學習的這個方法 他其實非常的這個 就是 有時候就是一個idea就可以成為一個模型 我現在教的這第三個方法 他更簡單啦 什麼叫K淨靈演算法 就是 我今天啊 我現在就 講一件事 如果說 我今天想要預測 呃 舉來說 舉來說這個 呃 舉來說這個 某個人會不會得病好了 舉來說這個 我會不會得病 那我現在有 所有的sample啊 對不對 我只找20個 K一個 找K一個 不見得是20 你也可以30 找K一個跟我最像的人 然後 把他們 有沒有得病這件事情 平均一下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計算我的機率了 這夠簡單了吧 我現在換個講法 我在做的事情是 我要找出 跟我最像的K一個sample 然後把他們的outcount 平均起來 當作是對我的預測 這夠簡單了嗎 好 舉來說 這個 舉來說我現在隨便找個人啊 對不對 我現在隨便找個 舉來說 這個學長好了 對不對 學長 沒有戴眼鏡 長很帥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 頭髮 燒長 頭髮燒長 這邊可能找不到適當可以比較的人 好那這個 這個 可能 這個反正有一些特徵嘛 然後你們就 舉手一下 覺得自己跟學長最像的10個人舉手 那你們這10個人的這個 什麼東西我就可以來預測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是不是很簡單 這個真的很簡單 所以他只有一個關鍵 如何去計算 誰跟誰比較接近 只有這個事情需要關心嘛 對不對 剩下那個 剩下把這10個人 如果已經決定這10個人了 我把這10個人的身高平均對 那個我想預測那個人做預測 這個太簡單了 對不對 所以問題只有 我如何決定 我跟誰比較接近 這樣可以接受啊 我們要怎麼決定呢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算距離嘛 對不對 假設 今天有兩個 Parameter 一個是 Rate 一個是QTC Rate在這裡 QTC在這裡 那我今天有一個黑點 我想要抓離他最近的10個人 那我就算每個點跟他的距離嘛 距離會不會很難算啊 距離應該不會很難算嘛 就 兩個向量相減 平方 再開根 然後平方 累加起來再開根號碼 對不對 這B4定理 這個是B4定理啊 這個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這個距離不會很難算嘛 那我就可以抓最接近的10個人 欸可是 這樣算的話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這裡 他的這個Range是0到700 對不對 他的距離是50到250 所以你覺得啊 這個 呃 覺得說這裡差100 跟這裡差100 他的意義是不是不太一樣 啊 Rate差100 哇這個病人 我也不知道他要變什麼樣子 對不對 這QDC你們不是很了解 可是你會發現 差100的人有很多 對吧 所以他們兩個意思不太一樣 對不對 所以說我如果直接算距離的話 我是不是就很難去評估我的 第一個Variable跟第二個Variable 誰比較重要 或是他們的單位是不一樣 他們尺度是不一樣的啊 所以我在算距離前 我要先把它標準化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必須把大家的單位變成一樣 我才有辦法算距離 如果大家的單位是不一樣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 這個可能就會被某一個單位特別小的Variable 給影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要怎麼進行 標準化呢 來注意喔 就是我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直接算距離的方法 我這邊 我連語法都懶得貼啦 如果你想貼語法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貼啦 但是我連語法都懶得貼我給大家看 就是 如果我直接算的話你會發現 這一些人 是接近的 這些人是接近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裡稍窄 這裡稍寬 為什麼 因為這個的尺度比較 壓縮比較壓縮啊 這樣可以接受啊 所以這裡看起來稍窄這裡看起來稍寬 可是我們習慣看的時候我們喜歡看真方形 的座標 座標系 我們可能會用最小值最大值之類的方法去產生那個座標系 所以說 我們要normalize 之後我們才可以 來計算他的距離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這樣子的話我找到的人是這幾個 那如果我把它先normalize 怎麼normalize勒 我們可以 減掉平均數 除以標準差 減平均數除標準差 減平均數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除以標準差 除以標準差的話假設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 標準差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分佈裡面 就是假設他的常態分佈 那一個標準差大概就是什麼 百分之二十幾的人啊 什麼之類的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如果大家一起除以標準差的話 所有 Variable的單位 是不是都變成了幾個標準差 我現在是 一標準差 意思是 我在某一個Variable 我可能是在一個 可能 PR70幾的 狀況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我是 兩個標準差 那我可能就是 PR97 98左右的數字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如果 我在 A variable是 PR98 在 B variable是 這個 PR30 依實類推 那我就可以把每一個 跟我PR 在每一個Variable裡面 PR比較相近的 你把它抓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 Normalize的過程 減頻率數除 標準差 這樣大家都在同個尺度之下做事 好這樣同個尺度之下做事的話 你會發現 找到的Sample就不太一樣了 這個是不是就沒那麼寬了 他比較正方形了 對不對 那 這個K競技演算法 你一定會知道一件事 找到的Sample 如果不一樣 預測結果就不一樣了 這個夠直覺吧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預測的結果就會不一樣 這樣 好那 你可以直接用 KNN 這個函數 來進行分析 直接用 這個KNN這個函數就來分析 注意見識 這個KNN這個函數啊 他是直接比跟Training Sample比喔 他直接跟Training Sample比喔 他沒有Model 因為你的Model就是你所有的樣本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KNN這個函數是沒有Model的喔 這樣可以齁 好 那只是你需要指定一個K啦 你需要指定一個K 你可能需要 這個你可能需要跟他講說我的我是要找最近的20個還最近的30個還最近的50個 這個數字你要自己決定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我們 先標準化 注意喔 K競技演算法他雖然非常簡單 但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有很多參數要調整 第一個是 我需要決定這個K等於多少對不對 搞不好從 你可能要從10到50都試一遍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第二個是 我現在是直接簡單的標準化 我現在是直接標準化 每一個Variable 可是我可不可以會不會覺得說某一個Variable搞不好比較重要 那我可以每一個Variable乘上一個不同的權重啊 假如說隨機乘上 這個1到2之間的權重 隨機乘 那我可不可以試好幾次 試好幾次之後我搞不好就會發現 某一個Variable他可能比較重要 他對預測那個outcome比較重要 那這樣子的話 我用他來決定 那個就是KNN那是不是就比較好 或者是某些Variable他搞不好不重要 你去計算 假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我想要去預測這個人的 這個 這個人的這個身高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發現 頭髮長度這不是個重點 我用頭髮長度來預測 就算我的頭髮長度跟你的頭髮長度差了兩個標準差 那可能也不是很重要啊 對不對 所以 你這個Variable可能就要刪掉 或者給他一個很小的權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KNN這個算法 非常的簡單 但其實 也很難 難是難在 你要調整的超參數可能非常多 你需要調整 你需要考慮每一個Variable的重要性 你也要考慮 到底你要拿幾個鄰居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練習三來給大家預測一下 一樣喔 我們也是用Rate跟QTC 來預測LVD 那一樣分成Training跟Test 那我希望大家 一樣 可以模仿第2節答案的這個方法 然後算出個數字 然後進行一個比較 好不好 那做一件事情喔 我先跟大家講 K淨靈演算法 他算不算非線性預測 算嗎 我直接跟大家公佈答案 算 他真的不是線性預測喔 線性預測 是認為我的QTC跟Rate和LVD的機率 是滿足一個 線性方程式 這叫線性預測 可是K淨靈演算法 他完全沒有線性的元素在裡面了 我是找最近的20個 隨著 主要說我的Sample 從這裡 移到這裡 他的 最 他的這個 LVD的機率 跟他的這個 這個兩個的關係 都可能沒有線性關係 線性關係就是這個數字越大 機率就越大 不管你的斜率是畫成這樣還是這樣 總之他就是一個線性關係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K淨靈演算法 顯然沒有這個 觀點性 所以K淨靈演算法是一個 我們第一個學到的非線性預測方法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給大家做一個預測啦 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那大家可以試一下後面答案的這個語法 那 做不出來沒有關期 啊 只要大家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他的原理就好 因為說他是不是 很準呢 大家可以試一下 其實也不是很準 好你會發現他其實很不準啊 還沒有 KNN 還沒有Library class Library class 好你會發現他其實很不準啊 不過 這個你如果把K20改成 講說50好了 我們來試一下 好像有變準一點 好所以有個參數要調 還有就是 每一個Variable的重要性 你可能需要調整一下 就是現在這裡 現在這個Variable 1跟2 你搞不好第一個Variable要乘 乘3 第二個Variable乘0.5 這樣準確度才 這樣子才會比較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我想跟你講的是說啊 這個 我們又學會了一個model 但這個model 他是很簡單沒有錯 但是準不準啊 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我們今天做個簡單的收尾就是 我們今天一次學了三個 可是你會覺得很難嗎 可能你會覺得還好 難度其實沒有很高 除了第一個我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以外 因為第一個我沒有特別講 對不對 但是 你知道他全等於前面之前學過的邏輯式回歸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後面這兩個 你會發現概念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尤其第三個對不對 不要講說教高一的學生了 教國中生他可能都會 對不對 好 好可是來 注意這三個算法都是分類器 連續變相 可以處理 但是 像KNN其實是可以處理 對不對 我就把 最近的20個人的 那個身高平均起來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啊 等一下 你要做存活分析那是不可能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機器學習的方法 他並沒有非常的困難 Idea 他的Idea非常的就是 呃我們會覺得很像fly idea這樣子 就是千變萬化 但是難度你說是不是真的很高 其實也還好 反而是統計方法那幾個比較難 對不對 好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 首先 我們這 我們學會了三個model 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 多我們到時候要做預測的時候 我們多了三個model可以去嘗試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線性判別分析我們是不用嘗試的 你嘗試了也沒用 好第二個最重要的事情是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 機器學習課程的最後一節課 有一個人要集成模型對不對 我先跟大家劇透 雖然還沒劇 雖然還沒到那節課 就是到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你想要去做很好的預測 可能只用一個模型去預測是不準 你搞不好要把 三個模型的預測做一個平均 或是把 五個模型的預測再丟給另外一個模型預測 這樣可能會更準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每一個模型 他可能都有他有用的地方 他只要在整個最終的預測模型裡面 佔有一定比例 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們要學很多種 模型 這個還記不記得我這一節課最開始講的 沒有免費午餐訂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你需要很認真去嘗試這些東西 好那我們這一節課基本上要上到這裡 下一節課 我會跳過 就是我下一節課的上課內容是 正值的話也彈性好路 第11課第12課 的東西 都是對前面是有接續的 他們比較難 就是 你 聽到跟前面接續你就知道 那前面的那些數學是 後面你都用到 然後我跟你講一件事情第12課 他是最簡單版的深度學習 如果你對深度學習有興趣想了解一下他基本原理的話 至少11 12課你可能要再稍微認真聽一下 第13課開始又跟前面又沒什麼關係 這樣子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不然呢 好